2023金融界论坛年会正在北京举行 政研会主席议会满 昨天在开幕式上提出 要走好中国特色 现代资本市场发展之路 今天多位与会嘉宾表示说 资本市场改革的实质性推进 使得资本市场的功能 效率 与开放度都得到了显著的提升 今天是2023金融界论坛年会的第二天 刚刚结束了深化资本市场改革 提升资本市场功能的分论坛上 来自证监会与金融机构的 多位嘉宾就如何完善基础制度 健全市场功能 促进投融资平衡 加强监管执法提出了思考和建议 股票发行注册式的全面推行 减轻了企业发行股票的 行政审批负担 提高了资本市场资源配置的效率 信息披露要求不断完善 加大对违规行为的处罚力度 内务交易超纵市场现象 逐渐减少提高了资本市场的透明度 中国上市公司协会数据显示 今年前三季度 上市公司研发支出 1.05万亿元 同比增长10.79% 今年以来 科创版 创业版 和北交所IPO公司数量和募资总额 均超过全部IPO公司的八成 显示出资本市场 对科技创新企业发展的助力 优秀的科技创新公司 能够获得针对性的证券融资渠道 拥有持续研发投入的动力 从而实现科技 产业 金融的良性循环 三季度末 上市公司共有有发明授权 26.56万件 国产大飞机 空间载人飞行 海洋油气开发设备 第三代核电站建设 新能源发电设备等众多 国之重器背后 上市公司的科技贡献功不可没 此外 证监会表示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和创业投资基金的发展 也有利支持了实体经济和科技创新 截至今年6月 私募基金为实体经济形成股权资本金 约12万亿元 健全私募市场与沪深北交易所 金西三板市场形成互补关系 支持高科技企业的发展